矽晶園記憶體之後到底誰可以接棒啊 繼續看下去就知道了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請到留言投顧 陳學敬分析師老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最近電子股市報價都上檔 所以陸續上記憶體啊 矽晶園其實都有漲一段了 那我們到底是要等它拉回早買點 還是我們有下一個族群可以佈局呢老師 好的那我想大家現在最關心的就是 指數都已經大漲了一個五千多點了 已經萬四了剛剛 對對對 五千多點了到底後市還有沒有上漲的空間 那我想大家不必想太多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從三大面向來做一個觀察 那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VS的一個恐慌指數 也就是說來到這個地方到底有沒有風險 我們看VS恐慌指數 基本上就可以看出端倪 那我們可以看到最近的VS指數都處在 一個20的一個低檔的做盤旋 那也代表說整個控盤者對於整個後市 整個全球股市 對 仍然是持正向的一個偏多 那第二個我們就看到整個的一個 類股的一個輪動 尤其在多頭的一個架構當中 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就是多頭市場人氣的一個 退潮跟潰散 比較量變少 對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最近說真的 很多的都回來了 很多我們之前的老朋友 包括細菌炎的環球晶 核晶 甚至核晶今天漲停辦 還有記憶體的一個華邦電 藍雅科 包括面板 MINI LED PA跟網通這些都來了 而且更漂亮的是什麼 更漂亮就是全子股台積電 台積電沒有大漲 今天台積電如果大漲 其實對整個的一個盤是 雖然指數會很好看 但是反而他會把資金排擠效應 資金抽走 抽走會造成很多的一個中小型的轉機股 在這個地方可能會遇到的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調節的賣壓 所以說這三大的一個面向 如果說都沒有出現的話 那基本上我個人覺得 在這個地方還是正向偏多 那正向偏多到底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表現最強的 最犀利的就是細菌龍頭 環球晶 環球晶為什麼這一次它會併購的 一個德國的試創 那看準的是什麼 看準因為我們未來的一個這樣 包括現在5G 車用 AI 那這些都會帶動 整個未來的一個半導體 整個的一個強勁的一個需求 對 就是看好未來的景氣 所以我們許董也說 都對於整個明年後年 整個的一個攻擊的情況 都非常的吃勁 對大缺貨 對 所以外資也連媚調高它的一個平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環球晶連媚就是標了三根掌領 當然環球晶標三根之後 接下來你就可以看到 包括8吋的也很燙 所以合金也是怎樣 也是接棒的大漲上來 那這是在矽晶圓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看到的一個記憶體 最近也是很燙 沒錯 那記憶體的一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那最近尤其你看手機的拉貨 包括PC 包括NV 這些都會帶動整個 記憶體的一個拉貨的需求 尤其最近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制裁中心 國企的一個轉單效應 以及大陸的一個紫光缺錢 本來要蓋兩座廠 一個成都一個重慶 那這一次不蓋的話 哇變成造成整個的一個市場 原本大家怕功過一求 結果現在變成什麼 哇攻擊吃緊 對 攻擊吃緊的結果就會造成報價的上漲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個 這些的一個記憶體的族群 最近這些的股票也是非常的火熱 但是這些畢竟都已經上漲上來了 那上漲上來如果說它成交量放的太大 那我是不建議大家過度去做追價 要買也是等到什麼 量比較小的時候 對 量縮價穩的時候 但是隨著這些的一個大漲上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有些的族群 最近卻是小小動上來 包括面板 你可以看到面板雙虎 我們就舉例群創來說 你可以看到這些的一個股票 它過去說真的股價真的很委屈 那為什麼很委屈 這也都是很多投資朋友的一個心中的痛 也是心中的愛 因為很多人你可以看到 面板股套在高檔上 三四十塊四五十塊比皆是 但是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隨著一個整個的 產業的結構的調整 那包括現在的一個整個對於 面板的需求 不論大尺寸小尺寸 通通現在的需求都很熱 通通都有運量漲價的一個體材 尤其我們可以看到群創 他每股禁止還有23塊 那現在股價才11塊12塊出頭 說真的很委屈 那恆太委屈 那在這個地方 他就有機會做一個什麼 輪動的補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最近的一個 包括投信包括外資 最近反而有開始怎麼樣 有開始把一些的資金 轉進到鎖定這些面板 你看看的一個光耀最近怎麼標的 光學模 你就可以知道 那麼再來PA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最近的PA 也開始有慢慢轉強的現象 那這一塊的一個族群轉強 我們可以看到 他最主要的一個 就是在未來的光達 我相信大家現在 比如說在購車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什麼全速率 那這個應用就是光達 以前就是雷達 那雷達他是沒辦法去 他只能偵測物體 但是沒辦法很清楚去 去顯示物體的形狀 但是光達他就能夠很清楚的 來掌握物體的形狀 這是未來自駕車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大趨勢 所以這塊的市場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 那另外包括的一個 半導體的一個這樣 的一個需求滿載 一些半導體的設備 探身卡這些也來了 甚至政策加持的一個 太陽能的一個族群 風電的一個族群 我覺得最近的一個台北股市 都是怎樣 都是只要他的一個體材 夠充足的話 都渴望有一棒接一棒 這樣的一個這樣 持續做一個輪動 那我想這些 都提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最後要跟大家共鳴的就是 在股票市場上 你要成為贏家 第一個你必須要具有贏的條件 第二個要有贏的精神 什麼贏的精神 就是要有正面思維的一個能量 第三個要有養成贏的習慣 還要有贏的一個團隊 並且實時保持的一個 感恩的一個心 那我相信在股票市場上 大家應該都可以操作的 得心應手如魚得水 那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 Light跟Tagun 財經解釋我們下次見 拜拜